管主委 主委你好 这个今天的主题是要导入民间的投资振兴国内消费 推动出口以刺激景气 你这边谈到的都是 似乎都是制度性的问题 但是好像没有碰到中央银行的汇率政策 我们碰不到 我不知道 但是你有意见吧 你的意见是怎么样 你对于汇率 你认为日元贬值对于我们大幅度的贬值 对我们的整个的经济的出口 或者是对我们整个经济的成长的影响 是正面的还是 他现在看起来目前也显然影响到我们的经济 尤其是我们的出口 我完全同意 但是我想委员一定很清楚 因为他现在是 第一个他贬值的速度幅度 没错 非常快 所以他造成厂商高 各国的经济都难以调整 但是他最终的效果到现在还没法确定 因为他现在还在呈现贬值 恐怕要等到比较尘埃落地 我们才能够完全 但是那个基本的经济的事实会出现 对 就是说我看到很多媒体啊 或者是媒体透过访问一些学者专家 我不知道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 但是媒体的报道 说当日元贬值的时候 啊我们台湾的经济好了 因为我们是产业链的供应链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成本进口成本下降 我们的出口竞争力提升 可是这个新闻啊 其实我又警告大家 不要这样的乐观 为什么 因为你本来是一个互补的经济关系 会变成了一个竞争的经济关系 所以这边有一个 我们对于台湾对于这个 对不起回去前面一言 我们日本对台湾的投资减少了四成 第一季 第二个 Sony抽回委台的订单 表示他们的产品的竞争力 已经开始互补跟竞争的关系 已经在变化了 大幅度的汇率贬值 他本来没有竞争的产品 也变成有竞争力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来看 我们的推估的结果 我们的模拟推估 我们发觉 如果台币是30块 如果是29块一毛钱 或者是30块来看的话 我们保持29块的水准 粗的水准的话 当日元是99块或者106元 这种水准的时候 事实上不用了 日元只要从88块以下 我们如果维持29.1的话 我们的竞争力都不存在 对我们的经济是负面影响的 那么纵使我们的台币 回到了30块 贬到了30 或者是30.7块 在30块的时候 日元99块 或者是106块的时候 我们的负面冲击还是存在 一直要等到我们再稍微贬一点 到30.7左右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 这个才可以吸收一部分 才可以中和一点 中和一点 这个日元的大幅贬值的效应 所以经济会今天的报告 在刺激出口的这个部分 纯然从制度面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 可能 需要再跟中央银行沟通沟通 您的意见如何 这个汇率的因素 当然一定是会直接影响到出口的表现 但是我们当初在你的报告 是完全是在经济会 能够接触到的业务范围之内 你是经济建设委员会 你是第一个中央银行 但我们是中央银行总裁 中央银行已经不是独立单位 过去我们学者都主张 中央银行要保持独立性 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 国民党这个执政以后 就是要把它废除它的独立性 那我组织改造以后 就变成没有独立性了 它没有独立性 它就要接受 接受节制了 接受协调了 没有错 中央银行维持国内物价稳定 是一个重点 据我看到的报纸 好像总统还是院长都有说 他们也会把这个情况跟一样 我觉得我当然今天在这边 公开呼吁的话 洪总裁一定很不高兴 他搞不好等一下就会给我打电话 但是 但是 我认为我今天不应该我在这边公开讲 但是我们的政府的各个部会 应该要坐下来协调 我是一个积极主张 金广会跟中央银行都应该维持独立的机关 但是很遗憾的 在现实的这个环境来讲 金广会跟中央银行都不是独立机关 所以既然都不是独立机关 在就事论事的话 我希望管主委有空的话 也还可以至少在院会的时候 可以跟我们的中央银行总裁沟通沟通 也就是说 这也是一个迷失 这个迷失就是说 当我们的货币供给量大量增加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的币值大幅下跌的时候 贬值的时候 会不会造成物价上涨 这个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外在的因素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即使是日本 他们还没有到遇到马上这个物价的问题 严重的问题 所以这里面似乎有一点点空间 可以来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我要请这个金建会主委 能够跟 就是站起来 能够跟我们的中央银行总裁沟通沟通 希望能够在这个部分 能够有一个还不错的结论 好 那么下面一个 就是你谈到这里面 你一直很重视这个所谓自由经济示范区 还提到五海一空是不是这样子 没错 这是我们目前规划的方向 那这个空本身 是桃圆航空城 对 那你现在的计划本身 在桃圆捷运 机场捷运 延后的情况之下 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会不会受到延档 捷运中间当然会影响到 那边交通联络的方便 但是我们这边主要考虑的是 在商品的进出 那上面应该受到它的影响 相对少一些 但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 就是相对少一些 对 我不晓得 这个航空城我不太清楚 里面的结构了 就是说里面的工作的人员的结构 是什么样子 它需不需要仰靠 这个机场捷运 来帮忙它 来提供必要的付费 它有的话当然一定会方便很多 但是因为航空城本身 现在还在一个起步阶段 它连土地征收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所以五海一空本身 对于立即导入民间的投资 它并不是一个 立即有效的措施 对不对 也不会它应该会有像自贸港区的 你什么时候会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法案 我们的方案院里面已经核定了 然后细部的推动计划 我们五月底六月初应该会从部会拿到各部会 六月中应该就会报院了 那需不需要修法 同步我们也在你这个修法 然后一起九月报院 对修法大院 修法的话要到年底了 对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当前刺激消费 我不是讲那个跟委员报告 我们当初规划就是越顾虑到时机 所以我们本来就打算两阶段 就是牵制到部会本身修行政命令 我知道你的自贸港区 对对 从那准备出发 但是同步修法 有具体的成效吗 因为还没有看到 还没有看到 所以我说有时间的落差 那一定有 但是他对于短期立即可以创造这个 改善我们的这个所谓民间投资的这个目的 跟委员报告 其实从我们宣布之后 就有非常多的物流业者 包括经济部在办的那个物流的那些班 今年报名人数是往常的三倍 然后也有一些国际的物流开发业者 已经透过地方政府来跟金建会讨论 他们应该如何可以进驻 那有没有评估 这样子要从开始有构想发想 我开始到最后完成需要多少时间 这有点要看地区 因为有的地区的土地已经是立刻可以使用 那我们现在目前 整体的经济效益评估会跟推动计划 应该差不多同时会做好 目前有些确实的数字已经是有了 还有我再另外一个问题 你说要提振国内消费 提振国内消费呢 这个要 你这边讲到台湾吃偷偷活动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奇迹 尹巧之末 我们今天讨论一个基本问题 您了不了解 我们现在在大陆经常居住的 25岁到45岁 这样子轻壮人口 消费的大阻力 人数是多少 我不知道因为我看过很多数字 有从50到70都有 你看看 我曾经问过 我觉得一个很遗憾的机会 少掉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亲民党团没有在这个时候 在立法院里面 民国99年的人口普查的时候 他应该做这个调查 没有 没有调查 对这是蛮遗憾的 然后陆委会也不晓得 我们真的不晓得 我们到底有多少 这个真正的消费的阻力 台湾的消费萧条 要靠外 要靠我们的观光事业 来弥补 可是观光事业 毕竟他们的那种消费力 不像是真正轻壮的这些消费力 所以台湾的消费问题 是因为我们的很多真正的消费族群离开了 但是我们没有统计 然后就变成台湾赤透透 夜市文化 夜市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 你看它能够消费量是多少 所以我觉得 这个增加消费 民间消费 我没有那么的看起来乐观 但是我还要提醒一下 今天都谈 从需求面出发 这个1.54的经济成长率 我上次也提到 要从生产面来看一看 它才是一个危机啊 你会发现不动产业 营造业在政府打房的政策之下 它依然成长蓬勃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 金融业 政府的行政部门的这种服务行业 还有我们的燃气电力的这个行业 它的生产反而是 它的那个成长率反而是下降的 特别是金融业 所以我希望啊 金管会呢 最后一句话 也请你啊 对不是金管会 金建会的 也请你啊 基于统合国家经济发展的 这样子一个职责呢 也跟我们金管会沟通 如何来让我们的金融业的成长 能够增加 好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 好 谢谢二位